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咱们拍网课非常重要 我们是在进行一个改善人们对于武术的一个观念 把真正的武术如何包拍外衣真正的东西给大家 他们在这中间第一会学习到我们的技术体系 第二是感觉到你老师的一个服务好不好 对吧 之前好多时候我那时候跟你老师学圈也是 去了人老师根本理都不理的 做吧 对对对 是这样 对吧 你这样你肯定你对于我来说我是求学若渴 但是我学不到东西呀 对 现在年轻人最不吃的就这一套 你这样都不学了 对吧 为什么站庄呢 你把咱剑 好比拿三起式的一个动作 对 好的 拿三起式的一个动作 对 要微微的上卷 为什么上卷呢 要把这个 咱站庄的时候不是说过吗 这个三角形要保持住 然后兜以巴骨 对 兜以巴骨 把这个身体调正 好 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方向不受上下的一样 在这种角度下呢 如果您剑稍微的低一点 稍微的低一点这种角度 对 只要是沉着住 假如对方进行格打或者劈肌的时候 这个三角形色的小一点 对方给你力量的一瞬间摞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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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摞 用腰去顶着这个劲儿 这里不吃劲儿的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往下劈砍的时候 你是不吃劲儿 你直接往前纵跳 对 往前跳 所以很多时候当对方刺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他是会通过各种各种方式挂 他往前刺 沉下去 沉下去 好 吃住这个 他挂过去了 这个时候您直接挑着就进去了 对 挑着就进去了 对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动作 所以要站桩 裹起来 再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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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么裹 这个力量由腰沉入肘 由腰沉入肘 这个时候还得不太好 再卷一下 把这个三角形 这个这个这个 控制好 这个时候我已经偏出中线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再裹一裹 再推我 这个尖直直着我了 这个时候往前脉步 后面就穿透进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和那个练拳和战装 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 如果是拳击的大拳 慢一点 好 拍下去好 你抽回来 我再继续的格挡 他会有时间差 但如果按我们这个 砰 沉住 好 一条 就打起来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风格 他就缩少了时间差 对 这和兵器是息息相关